大家好,我是Winda 最近在我们这里流行一种牛羊的病毒 有感染性的这种病 所以我们也要打预防针 上次打过了今天再打另一种的这种疫苗双重保障 去叔叔家在他们的牛圈里面 卷好,然后跟他们的牛一块儿打 去赶牛 把我们的小马鞠倒了 我们的小马鞠其实很早就断奶了 但是它要是倒的话,我们都会喂一面 牛奶是跟水一比一的比比来喂这个小马鞠 当然牛奶直接喂的话不行的 吃完了它要做 我们商量之后决定就圈在自己家的这个牛圈里 因为刚开始叔叔说他们家有 他们家的牛圈呢有一个小胡同 把牛赶到那个胡同之后 在打针的时候非常方便 但是牛这个牛羊这些动物呢 他们是有认知的 他们熟悉了自己家的牛羊圈之后 别人家的这个地方是不容易去进去的 所以怕麻烦就决定在自己家的牛圈 已经卷好了 分了两拨前面一拨这块一拨 最好之后要开始依的打针 在胯上打一针就好了 我要在这儿开门 那个奶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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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是自己家的牛 所以都知道颜色长相都能清楚的分的清楚 所以知道哪个打了哪个没打 不会混淆 就怕他们冲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儿看这门 针头也需要反复的换一下 看马甲的发飙了 大牛跟小牛犊都可以一块打着 打针的 把好的放出来 现在去前面的棚圈 草已经放好了 在他们吃草的时候 这个打针 今天风太大 在这里 欢迎进入到蒙古语教学环节 我们今天接着学习颜色的蒙古语的说法 今天学习棕色 棕色怎么说呢 是保日 巴 同样这个日不要发的太长 日就可以了 巴 这样收住 巴 学会了吗 巴 的 两个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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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 一 一 一 二